可涉思枯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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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乐说无碍是变说法义 缘容无智 为众生乐说自在 2326期 四善跟一指小城之暖 顶人是第一法 身文成行人修五庭新观 及四面触观之后 接着需修四地观 当无漏至果将生 心中光明启发之时 名为软位 进而智慧增长 达于领点 名为领位 在进而名四地之里 其心兼助 决定物仪 名为人位 更进而到达有漏至的最终点 在世间有情之中 最为殊胜 名为是第一法 二指大臣之暖 顶人 是第一法 以佛觉位己心 如火欲然 名为暖 以自心成佛 如登高山 身物虚空 下有为爱 名为领 应持摩所取之静 顺忍所无取之心时 名为忍 满位于佛觉位己心 顶位以自心位佛静 忍位则绝于忠道 由此更进 则无觉两望 中边不立 虽未至初的见到之初世间 然移到世间的最后边际 纵属有漏 但在世间已是第一 明是第一 在此大臣满 顶人 是第一四位之中 前二位修四许此观 观所取空 后二位修四如实质 观能所二许皆空 三千两百四千一百一十六五 目有 目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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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的本体 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 在混沌未叛之初 宇宙间只是一环灵妙底 无天无地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 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 不大道无名强名替道 我们也是勉强用到这个名词来代表它 在天天地万物生成之后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 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 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且有条不问的运转 这就是道的妙中 道大理为 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中 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 因此在两三千年前 恶交圣人应运出世 恶化一方 针对当时天时地利及众生的根气 留下仙经万点 穿下诸多虚恶从善的修食法门 同时也让云云众生认识了明明中 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 或称为上帝 或称为造化 或称为天主 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 君是一名而同意 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 就会了解 天地间时无一物 不是导致本体与妙用的合一 因此道虽然含盖各大教门的经义 为先门外教的总源头 确实不居限于宗教的领域里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 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 与最高主宰 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先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 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道之真意 在先天之先不为天 在后天之后不为后 极大上有可量 极为上有可指 为道极大不可量 极为不可指 不所以大 无不包 为无不入 无所不惯 无所不通 无所不测 万测了天地人 万物万类 万测了三十三天万 万测了千经万典 万测了千法万法 万测了千教万教 万测了千佛万祖 万测了我之一身 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意 人 人必须知真觉 一击是人 人与我 我 与人 人 良心之行也 此乃 万众一心 万 国 一家 世界 大 同 此 先天 大道之 宝贵也 二 道与我 有什么关系 道的宝贵 自食之交 更要 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先天大道即是信里真传 道的宝贵 并不在于他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 而是在于他平时 但我们确实时刻刻离不开他的本体与妙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 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 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 讯息之传输 及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 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做出的动作的能力 却完全不应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 而有任何影响 无论是学士多丰富的学者 或是目不适兵贩夫走足 无论是成人 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万物生息 人与人与生化形成 不学公私 不学国之珍惜 无增无俊龙配领 中南四方 又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 我们有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 有望迹的时候 有疏远的时候 而道的本体和妙用 不用学习 不用思考 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校长 小而能主宰我们一身知识听言动 我们有而不知其有 用而不知其用 却有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 不增不减 但自举足一切 我们身上固有的道 因为就在我们身上 又称作自信老 我们了解了这个主宰天地万物的道 在我们身上就有 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 而有任何增减 无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评见富贵 均无分无别 因此 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 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 不只认识了宇宙 也认识了我一身的真正主宰 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志底 目录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 与良知良能 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 原来物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 即是我的良心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 天心即是道心 此心无情无相 即是真空 真空之宇宙 空而不空 空中妙有 妙有者 生天生地生人生 万物万类之大分也 妙有者 万灵真宰也 主宰天地人 万物万类之真主宰 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 不约道再无身 一切万能 道离无身 此身败无异能 先天大道如此宝贵 乃人 人必须追求之道也 三求道 是求 什么 静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宇宙 我们往往会赞造物主的神奇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 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 我们身上的真理部也是一样 每一分一秒 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 等同时发生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 不用学习 不用思考 其作用 虽成千上万 合起来 却只有一个自我 一切有条 无问 自然而成 道再无身 运用自如 再也能视 再耳能听 再口能言 再疑能闻相臭 再深能运用情 动作是 此即 道在我身之 妙用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 不止主宰这天地万物 更主宰我们一身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 我一身主宰 并非二也 道的本体无情无相 我们肉眼看不到它 手也摸不到它 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 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 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 及造福人类的文明 此即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 一般人 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 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 便以灵魂代表它 我们称其为自信老 因其没有生灭 也不会坏坏 我们也称其为真我 此真我 乃是最富足 最圆满 最光明 最完美 永恒 不秀的 现在我们来生一看 看得见摸在这 又形又像的肉体 能不能代表我 把一个人生命中 不同阶段的照片 拿来比较 我们就可发觉 面貌是无时无刻 不再变化的 我们一般君 习惯也像貌 肉人 但像貌 却不是永恒的 我们的肢体 也不是真我 某些人 不幸失去了 一只手 或一只脚 仍是好好的活着 我们的内脏呢 现在科学昌明 其至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地质 入人体 我们不能因此说 的人不是他自己了 就算头的脑细胞 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 不断地在坏死 减少和变化之 因此 又形又像的肉体 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 肉体虽然看似真实 却无时无刻 不再改变之中 不虚数十年 又变成一堆黄土 因它不是永恒的 我们称之为价我 对于真我和价我 有所了解之后 我们也就可以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 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天天大道 求得的就是三宝 三宝简单明了 但也博大精深 其内容在求到时会强细解说 现在只简单的提出两点 首先求到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 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 在物质文明远叫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 假若迷失真我 我们的人生将有如形式走肉 若是真假为真 更使我们为了忙不满足嫁我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 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 因此求到 启发了我们的灾祸 启发了我们内在焚的真我良心 真我 假我 血条融合 使我们的灾祸 平安喜乐 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 其次 求到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 又称良心之门 智慧之门 慈悲之门 这个门 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 自然由大门离去 如果次门无法开启 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 就可能会摔断腿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 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 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 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 被迫令寻旁门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 因此 我们何以发现到 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 其肉体皆现现山将命恐惧无助 与挣扎之相 求到就是开启我们的生来死去之正门 也就是通天大路 因此 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到 求得三宝 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 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 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 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 使人生更有意义 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 得到超生聊死的保障 百年之后 百年之后 回到我们本来不家乡 所以先天大道又是回天之道 先天大道之宝贵 即是千经万点不如一点 此点打开玄关正门 佛门 天堂大路 一步直超 极的永生之道 此点宝贵 超佛月祖 超经月 点超月天地 得到这一点宝贵 祂是诸经之师 诸法之王 诸佛之天地之 不曰超生了四体的永生 不悔不灭之 先天大道也 此能及是人人 原来不有的 必须返回天之道也 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今天很高兴 能有这个机缘 求道 能够开启良心之门 智慧之门 通天之正门 这是第一步 这宝贵的道 才能带给我们终生 受用不尽的福 之一离苦的乐 人生在世 遭受种种之苦恼 就其根源 皆起因与迷失了真我 求道 首先就是 让我们认识人 人身上不有的道 照回我们本有 至真至 潜至美 至足缘 们 永恒不求的真我 在日常言行之中 发挥真我 是我们一举一动 皆能和余礼 至于至善 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 人是物所左右 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 心为一身之主 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 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改命 则不相随心转 还可以改变命运 趋及彼凶 朝向光明 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 逍遥自在 二 多比 难自有人类文明 以 得来 道的真意 便代代单传独受 其没落 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 如中国印度等 奈何 近百年来 人类受物欲所比 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 逐渐 迷昧了良心 甚至竟将制造威力 其大的杀人武器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 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 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无数挑战 伤亡无数 滥用科技文明 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 环境 造成大气臭 长层之破坏 全球性气候的改变 人心之变 干掉了天灾 人火连连 人类已为自己 酝酿了一个空前的靠节 因此上帝 因此上帝鸿恩慈悲 特将大道谱传于使 以万救良善 求道以后 我们时刻存这道心 以良心待人处事 当遇又人力不可万救的灾祸时 只要成心使用三宝 必能栽地结 逢凶化及 此事 验证甚多 不生美举 三超生 了四人生 又如一段苦乐 相餐的旅程 遭受生存竞争 衰老 并痛死亡 等困苦 人皆难免 而人间 重重欢乐 又往往是 短暂一变的 尤其当旅程 结束时 终究成空 微速渺茫 更不禁令人稀毒畅茫 是以智慧者 又见于此 乃以超生了死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 为人生至高之目标 古代先修后的 因此 故人为求超生了死 尽必生之力 苦修苦行 仍难以访的名师 达成心愿 如今 大道普传 先到后修 再求到过程中 天命名师 一指 开启了 我们通天正门 先赋予超生了死的保障 我们 我们得到以后 认识了真我 以真我为主宰 愿离 邪心 旷念 让我们的心念 言与行为 无论在人处 是结合于良知 百年之后 真我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 永享平安喜乐 四成圣 成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 成贤的正应道种 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清净灌溉它 它必然萌芽开花 结果 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 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 求道修道 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 更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奸善天下 求道之后 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 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 不计的人得失荣辱 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到的好处 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 敬其一生 精净不屑 则在世集成就圣贤事也 归天之后 必正圣贤果未无疑 先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到天命 天命就是三朝明师 明师一点玄关开 打开正门佛祖来 天堂飞在我身外 天上地下我都在 此乃先天大道的尊治贵至宝也 先天大道 天命宝贵 三朝明师这一点妙致基义 非是在言语文字相声音可得 非是在千经万点上的 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 非是在世质变聪上的 非是在国学才能上的 非是在才高八斗上的 一上阶是生死法对待法 非是超生了死脱对待了生死之法也 此刺激的先天大道 妙用妙能的宝贵 其妙吉义 此者是无师至 此志是妙至妙愧 此志此会是我的来不由的 由先天带来的 由先天带来的 一级是在找回来天地人 万物万类未生 以前我的初心 即我良心天心到心老心也 先天大道之妙 此妙之贵 妙不容颜 不学而知不学而能 不学而知不学而能 一级是先天带来的先知 先觉妙用妙能 此知此觉此能此用 不用言语文此生策 不用思想 不用念喉 不用言听事动 而生天地人万物万类 生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 这天地人万物万类 时可分妙也 一步开其妙用妙能 不约万灵真主宰也 摄着天离开 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和汗星都乱续 日月无光 亦不能轮转 则阴阳二气不能流空 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 人人皆不得其生存 摄着大地离开 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这金木水或土不能相陪 则遣像丛生 山峰地裂海水枯干 亦使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 人人不能得其生存 摄着人离开 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寸步难行 眼不能看 耳不能听 口不能言 总之全身不能动作 一百日之后 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 此乃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 妙致吉宜 摄着觉悟认识 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的支持而实行 即是天人和以天人一体制理 绝言妙不容言 不是死后成佛 当体即佛已 不曰如来佛如是佛也 此乃的先天大道修先天大道之好处 不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 求道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 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道 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事实上 我们能得闻先天大道 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 将自古不清洩的大道布传于是 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 另一方面 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 祖上有德根基深厚佛缘成熟 才能够顺利求道 此外 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 发一个良心愿 此愿可归纳为三个要点 愿意得道以后 愿意明悸病是剑道的精神 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 皆愿意良心作为一归 二 得道以后 愿意能力所提 住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愿意多了解道的意义 并让更多的